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军事科技后来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就像是你原本只是想做个三明治 结果发现自己发明了汉堡包一样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GPS在救援中的应用 想象一下你是一位登山爱好者决定挑战一座险峻的高山 结果天有不测风云 你迷路了 手机信号也时段时序 这时候GPS就成了你的救命稻草 你可以通过GPS定位向救援队发送你的精确位置 让他们能够迅速找到你 这就像是你在一片茫茫大海中突然发现了一座灯塔 再举个例子 2010年治理矿难事件中 33名矿工被困在地下700米深处长达69天 救援队利用GPS技术精确定位了矿工的位置 并成功挖掘出一条救援通道 这就像是你在玩一个超级困难的拼图游戏 最后一块拼图终于找到了正确的位置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来自于一位美国的老奶奶 她在开车回家的路上 突然心脏病发作 无法继续驾驶 幸运的是 她的车上装有GPS追踪器 家人发现她长时间没有回家 通过GPS定位找到了她 并及时送医 最终挽救了她的生命 这就像是你在玩一场紧张刺激的捉迷藏游戏 结果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在被老天爷保护着 总结来说 GPS不仅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导航工具 更是救援行动中的无形英雄 她的精确定位功能 让我们在危急时刻 能够迅速获得帮助 拯救了无数生命 所以 下次当你在使用GPS导航时 不妨对她说声谢谢 因为她可能在某个时刻 成为了你或他人的救命恩人 希望大家今天都学到了不少 也记得在生活中 善用这个科技奇迹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GPS与运动 提升运动表现的秘密武器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 现代科技与运动结合的奇妙故事 GPS与运动 这个话题不仅充满了科技的魅力 还有不少有趣的故事和深刻的见解 首先 让我们从GPS的基本原理开始 GPS 全名是全球定位系统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它是由一系列卫星和地面接收器组成的系统 能够精确地告诉你在地球上的位置 这听起来很高大上 但其实它的应用已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尤其是在运动领域 GPS在运动中的应用 一 跑步与骑航 想象一下 你是一位热爱跑步的运动员 以前 你可能需要依靠路标或者击步器来估算你跑了多远 但这些方法都不够精确 现在 有了GPS手表 你可以精确地知道你跑了多少公里 甚至可以看到你的跑步路线 这不仅让你更容易追踪自己的进步 还能帮助你设计更有效的训练计划 二 足球与篮球 在团队运动中 GPS技术也大有座位 许多职业足球队和篮球队都会在球员的训练服上装上 GPS装置 这样教练可以实时监控每位球员的运动量 速度和位置 这不仅有助于制定更科学的训练计划 还能有效预防运动伤害 三 户外探险 对于喜欢户外运动的人来说 GPS更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无论是登山 滑雪 还是越野跑 GPS都能帮助你找到最佳路线 避免迷路 还记得那位在阿尔卑斯山迷路的登山者吗 幸好他带了GPS 最终成功获救 有趣的故事 说到这里 我不得不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 话说有一位马拉松爱好者 他每次跑步都会戴着他的GPS手表 有一天 他决定挑战自己 跑一个全马拉松的距离 结果 他的GPS手表 在跑到一半的时候 没电了 这位人兄 当时心里那叫一个崩溃啊 他只能凭感觉继续跑 结果多跑了好几公里 这件事告诉我们 科技虽好 但也要记得充电啊 提升运动表现的秘密武器 那么 GPS究竟是如何提升运动表现的呢 这里有几个关键点 一 精确数据 GPS能够提供精确的运动数据 让你了解自己的运动状态 这些数据 包括速度 距离 心率等 能够帮助你 更好的调整训练计划 二 及时反馈 有了GPS 你可以及时获得运动反馈 这样 你可以在运动过程中 及时调整自己的节奏和策略 三 长期追踪 GPS还能帮助你 长期追踪自己的运动表现 让你看到自己的进步 这对于保持运动动力非常重要 总结来说 GPS不仅是一个定位工具 更是一个提升运动表现的秘密武器 它让我们能够更科学 更有效地进行训练 从而达到更好的运动效果 所以 下次你在运动的时候 不妨带上你的GPS装置 让它成为你运动路上的好伙伴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让大家 对GPS与运动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希望大家 在运动中 能够充分利用这个科技的礼物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GPS与城市规划 智慧城市的基石 当我们谈到智慧城市 首先要感谢的就是那个小小的装置 GPS 全球定位系统 这个技术不仅帮助我们找到最近的咖啡店 还在城市规划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GPS如何成为智慧城市的基石 并且在这过程中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 首先 让我们回到20世纪70年代 当时美国国防部开始研发GPS系统 当时的目标是为了军事用途 确保导弹能够精确打击目标 谁能想到 这个军事技术最终会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呢 就像是你在寻找那家隐藏在巷子深处的美食店时 GPS成了你的最佳伙伴 在城市规划中 GPS的应用范围广泛 首先 它可以帮助城市管理者进行交通管理 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GPS 我们的交通灯可能还是依靠固定的时间表 而不是根据实时的交通流量来调整 这就像是你在高峰期试图穿越一个拥挤的十字路口 却发现红灯时间比绿灯时间还长 这种情况下 谁不会抓狂呢 再来 GPS还能帮助城市规划者进行土地利用规划 透过精确的地理数据 规划者可以更好地了解城市的地形 人口分布以及基础设施的现状 这就像是你在玩模拟城市时 手上有一张详细的地图 知道哪里适合建设住宅区 哪里适合建设工业区 这样一来 城市的发展就能更加有序和高效 此外 GPS还在环境监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透过GPS技术 城市管理者可以实时监测空气质量 水质以及噪音水平 这就像是你在家里安装了一个智能家居系统 随时可以知道家里的温度 湿度以及空气质量 让你住得更加舒适和安心 当然 GPS也有它的趋势 比如 有一次在美国 一位司机依赖GPS导航 结果被带到了荒郊野外 最后不得不求助于当地的农民 这告诉我们 即使是最先进的技术 也需要我们保持一点点的警觉和常识 总的来说 GPS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 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它不仅提高了城市的运营效率 还改善了市民的生活质量 当我们下次使用GPS导航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个小小的装置背后 蕴藏着多少科技的力量和智慧的结晶 希望大家在享受智慧城市便利的同时 也能对这些技术 有更多的了解和感激之情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 GPS这个小小装置的神奇应用 无论是在救援 运动 还是城市规划中 GPS都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 从拯救生命的无形英雄 到提升运动表现的秘密武器 再到智慧城市的基石 GPS的应用范围之广泛 令人叹未观止 它不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导航工具 更是现代科技的奇迹 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安全 高效和智能 通过这些故事和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科技在我们生活中的深刻影响 无论是登山爱好者 在迷路时的救命稻草 还是马拉松选手的训练伙伴 亦或是城市规划者的得力助手 GPS的存在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便捷和有趣 希望今天的分享让 大家对GPS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也希望你们能在日常生活中 充分利用这个科技奇迹 让我们一起感谢这个默默无闻 但至关重要的小英雄吧 纳摩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对GPS有什么样的看法和经历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的故事和问题 我会非常乐意与你们讨论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New Era, New Wave, Fast Pace, D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 and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beats West and 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From the Great Wall to Shanghai Progress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Tech and trade, it's all a play Deuter shines fire every day Great dragon roar, change the course Marching strong with mighty force New Era, New Wave, Fast Pace, D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New Era, New Wave, Fast Pace, D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 and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beats West and knowledge door Fre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